鮑娥爾主席昨天晚上說 美國聯準會最快這個月就要減緩升息的腳步了 台北股市今天直接攻上1萬5 行情在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 教老師早已經提醒大家 如果你被選舉的因素給干擾了 你被聯準會在前面的鷹派說法給干擾了 真的 行情在選舉結束過後 你要知道你已經不怕行情下跌了 下跌反而是好事 因為行情如果可以下跌 你要知道 你要把握住的是一個大波段部署的機會 眼前有很多的股票 已經進入中期主體的階段 切記 現在的你進入12月份 要掌握住波段部署的契機 節目內容務必掌握 歡迎收看股市招勁 我是陳鑫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了 那我相信就說整個行情的關鍵來自於昨天晚上 美國聯準會主席 Bauer 終於講出了 這一邊最快 要暫緩升息的時間居然是12月就是這個月開始 好 來 大家也記不記得 這個禮拜一 禮拜一是跳空大跌超過220點 那個時候的行情在這個位置你會在這個跳空大跌220點 你會想到說那個經過 短短相隔兩天而已 結果居然是一個跳空 再一次 反向創新高 所以行情在這一邊就要有事情告訴大家 如果你操作的是股票 這個時間點 你的關鍵你的焦點 全部是在股票的循環身上 你沒有操作期貨你甚至連期貨戶都沒有 這邊來講的話指數的漲跌一時的漲跌你千萬不要陷進去 因為你光是那個一下子忽漲忽跌跳空大跌完現在居然 跳空大漲創下新高15000多點 你會一下子因為前幾天而已 那個跳空大跌是怎麼樣 美國的聯準會有一個鷹派的說法 相隔兩天現在主席跳出來鴿派說法 你追到後面來講的話你會不失所措的 最好是在節目上已經提醒大家 而且這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有鎖定我的 忠實觀眾來講你都會知道一條時日線 我不跟大家講 堅深的學問 技術分析不用講太多 我在節目上所分享的 不管是大盤 或者是個股 你可以發現 很多全部都是3秒鐘的時間 我教你用最快速的方法怎麼去從 日線圖這一邊去看到一個關鍵 時日線大盤 你可以發現 對禮拜一大跌 對可是那個時候是不是黏著時日線 對啊 他有沒有脫離時日線 他是黏著時日線我就告訴大家強勢整理格局 還沒有結束 你不要因為大盤下跌之後這邊行情走空了 不是 反正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他幾乎已經告訴你 如果後續大盤可以回跌 那對於大家有點是好事 因為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個股 他是已經周期已經進入中期足底 外資早就已經拉高 他持股比重超過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 那個時候還沒有噴出來的股票 大盤回跌 那是給你一個機會 可以來做一個逢低部署 甚至就是說現在眼前大盤衝過15000點了 你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聊到 創新高的個股 包含了這一邊強勢整理的個股 你要懂了什麼 開始要逢高的 做一個賣點 找賣點然後收回資金 做一個換股的操作 12月份謝忌他絕對是你開始要部署 波段財的一個 契機 一個最重要的月份 來 我希望就是說行情在這個位置 就好是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所聊的重點 包含的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所提醒的一個觀念 我相信我跟聯組會主席 鮑爾先生是不會有心電感應的 但是我只告訴大家 選舉投票之前我們已經跟大家來聊到了 今年來講的話在投票之前已經有個經濟因素的一個股災了 行情因為經濟因素的股災 向下走一個破滴的行情 超過6個月 當選舉前已經發生了這樣的狀態 選舉過後你就要知道 過往的習性 你只要沒有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後續讓你就是 波段的大趨勢了 尤其是延伸到第2個年度 這個我們是在 11月21號 投票前的一個禮拜 就好像其實你就用跟大家來 簡單的聊到這件事情 而且是用 過往 幾個年度的大選 跟大家來談 相同在前面選舉投票前都有一個股災了 你後面怎麼來看 所以行情在這個位置 你必須得把你的目光跟思維放在 個股的身上 專心的在個股 不要被大盤一時的漲跌影響 現在行情過於萬五不代表 所有 創新高的股票 這邊來講的話可以一路一路狂噴 你要知道 反而慢慢的時間點到了 你要一一的 能夠把那些創新高的個股 慢慢的收回資金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聊到 因為這個四大循環的操作 SOP 我們已經從9月份開始做分享 10月份幫大家把這個 做一個總整理的一個圖卡 強勢整理的標股 你現在來講過高要先賺 過高先賺收回資金你要知道什麼 行情在這個位置你慢慢要找到中期主體階段 他有一個波段部署的機會 為什麼我們會在選舉投票前一個禮拜就告訴大家 過往的歷史經驗 我們今年對今年的行情難度超高 今年的行情確實在選舉投票之前 有一段的股災而且超過半年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經驗 非常的難得 過往都告訴我們 過去15年內 相同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後面會有一段的大趨勢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知道 強勢整理過前高 突破新高的個股 你要懂得收回資金 慢慢的去找到一個 波段賺錢的一個部署機會 這個是你現在來講 務必要做的 當然我們特別聊到 如果你手中有一些個股 它是怎麼樣高檔轉弱疑慮的 你現在來講要懂得去做換股 因為大行情 即將慢慢要來到 你手中的資金如果 卡在 高檔轉弱的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盤 可能在 明年的第1季 可能年底過後 明年1月份慢慢開始往上走 中期足底完 往上走的話 你要記得 你不要看到說 大盤往上走 而我手中的持股 居然是從高檔轉弱這樣下來 不對 所以你要趁現在大盤這一邊 還沒有完全 拉回 做進入中期足底階段 這一些高檔轉弱的個股 你必須得怎麼樣 趁它反彈先做換股 特別留意 尤其是前面一段時間 他沒有往下破底的 他那個是高檔震盪的 你現在來講的話反而要去注意就是說 有沒有轉弱的疑慮 有轉弱的疑慮 現在 這個時間點 12月上旬 是你要做換股的時機 包含的現在來講你手中的持股如果是有一段 破底翻逃命波 低段的反彈的 你要知道什麼 趁它這一段的反彈拉起來 逢高來做一個收回資金 來做換股的機會 這一些的操作 攸關到什麼 你的資金能不能卡位到 那個波段中期足底的這些個股 因為它可以銜接到明年 從年底銜接到明年的行情 這個是你現在12月份務必要做的最大的功課 那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上從11月 第一天 跟大家聊到的個股 高利 當時候這一檔股票有沒有漲 有沒有噴出去 很明顯嗎 這是畫面的截圖嗎 來 我希望就是說我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知道 當時候的大盤 有沒有很強 沒有啊 來 11月份 11月1號大盤在這個位置 剛剛你畫面上所看到的高利 那一檔股票 高利來講的話 它是平台整理 現在來講大盤已經往上漲幅已經到達2000點了嘛 那高利現在呢 他這一邊的漲幅來講的話 也到達了69% 這一段69% 69% 等於說一張個股來講的話 一張的持股你可以賺7萬了 10張的高利 你從11月1號到現在來講 你可以賺70萬了 現在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樣的一個 手中你有這樣的個股來講的話 你要不要先收回資金 要啊 不然你覺得 過1萬5了 慢慢的台積電今天上500塊 你覺得後面不會有賣壓 今天來講台積電看到500塊 那你覺得後面會狂噴上去還是怎麼樣 反而現在來講的話 你如果 懂得 去處理手中的個股 你要知道 大盤如果可以回跌 大盤如果可以拉回 你應該要非常開心 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大盤 慢慢的墊高 你怎麼樣都不下跌 怎麼樣都不拉回 看到一個震盪黑K 結果又往上去拉抬 看到一個震盪黑K 整理一下又往上 創下一個新高 現在最怕的是 那股票在這一邊 飆出去的 不讓你買了 最怕的是他連部署的機會 他都不給你的 讓你去追高 你一追完之後 哪一天 莫名其妙 那個拉回了 反正你資金卡在高檔 現在要留意 12月上旬 等於說我們在12月15號以前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是高利 我相信 我們在11月份跟他所聊到的個股 不會只有一檔 那我們把整個 畫面的回顧 當時候的金瑞 我怎麼提醒 那時候有沒有噴出去的 還沒 那個時候是震盪 那個拉抬完打下來 還在底部這邊 平台整理 來 金瑞現在怎麼走了 我希望就是說 趁這個行情在這一邊 當然了 過1萬5 我也是提醒你 我提醒大家 過1萬5的 大盤過1萬5的 如果你手中持股 處於強勢整理格局 是創新高的 你現在來講要懂得去找賣出的機會 懂得去找一個適時收回資金的時間點 你現在要掌握住的是這一個 要懂得先在這一邊 逢高來做調節 你後面來講的話 行情轉區動盪了 甚至就是說 我們現在聊就說好大盤最好可以拉回 大盤如果拉回的話你可以重新怎麼樣 將你的資金放在那一些波段 波段這一邊中期底部的 中期主體階段的個股 這邊來講的話他給你一個 適時的壓低的機會來做進場 你才可以一檔接一檔的 看到我買進 平台整理 然後這一邊底部 平台整理完之後一檔一檔的往上拉 精銳 我相信就是說在剛剛的畫面上 你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位置 精銳來講的話 從11月以來 我相信他的漲幅來講 當然你如果留意啦 因為這些都是盤面上面的強勢股 超過7成了 一張的個股在這一邊可以賺 9.2萬 9萬2000塊了 等於說在這邊10張的精銳 你已經可以在這一邊的行情 你不要去理大盤的漲跌 因為 這個過程來講 連準會 官員 放了多少的 鷹派的那個言論 放了幾次了 中間 台積電ADR 是不是有出現拉回 中間是不是還遇到 這裡來講的話 那個整個在美國的 公債殖利率又飆升幾次 但是你要知道你懂得去判斷股票 你不會在這過程來講的話 一邊疑慮 黑K的怎麼辦 這邊是不是要放空 我相信 這個 精銳這一檔的個股 7成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聊到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堅深的學問 你從他的日線圖拉出來看 季線半年線交叉向上 而且 在上個月10月份 大盤破跌的過程 精銳他跟那個高利 他是可以沿著季線或者是半年線的上方 來做一個平台整理的 這些早就是我們在節目上 不斷不斷去強調 大盤不好的時候 我們反正在節目一直提醒大家的 強勢的整理個股 他的特色是什麼 現在時間 經過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驗證 當時候就好是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強勢整理的個股 你要懂得去做一個部署 你不是看到大盤跌 然後一直在去拆大盤低點 我相信 這個絕對不是揶揄 我們是要好好的 平心靜氣來看 這些個股 來 這些個股 他在10月份的時候大盤表現不好 大盤一路向下破底 你的心態如果在當時候是一直在拆大盤低點 喊大盤低點 1萬3破了 這邊來講 準備要破12682 12682破了 好就是要破1萬2 你一直在喊大盤低點 你怎麼可能會把你的目光 放在那一些平台整理強勢整理的個股 你鐵定是看到11月份行情大漲起來 1200點了 1500點了 1800點 2000點了 你開始追股票 我講你有沒有道理 我們當然 一起來 平心靜氣去思考這件事情 如果你被大盤的漲跌給影響了 你怎麼可能會在那個 該買股票 而且是非常絕佳買點的時刻 真實的把你的資金放進去 然後這個是強勢股 我們等的強勢股這一邊來講的話 後續來講有一段的反攻 當時候九老師也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10月份是整個大盤形成低點的過程 我們也早就已經 就整個 美元的強勢 就整個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大家 10月份來講的話你要留意什麼事情 10月份在這個位置來講你要懂得 如何去觀察 整個 那個市場討論的 當時候不就是那個美元的強勢 當時候不就是整個那個股災 來 9月底開始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大盤是正式的進入一個大破大力的過程 現在我相信大家都不用看了 大盤指數重回1萬5 他已經很明白早就已經 突破了當時候9月底起跌的位置了 我們在10月份的時候10月初國慶日連續假期之前 我們早在節目上已經就整個美元 當時候大家都知道嗎 大家都還記得你現在網路上可以Google的到 你打美元 你去搜尋 10月的新聞告訴你是什麼 那時候所有的專家學者告訴你 台幣會貶到 會持續的走貶 美元如果可以強到2023 對吧 美元如果可以強到2023台幣會怎麼辦 到時候大家又看到大盤跌嘛 所以一直在討論說我這邊美元指數 然後美元的趨勢 市場最近一直都是什麼 在提款台北股市那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嘛 外資賣超台北股市1.4兆 有史以來的歷史紀錄 你非得頂到 11月份了 11月中旬了 11月15號了 哇原來巴菲特在大家都在講美元強勢的時候去抄底那個台積電ADR 那是經過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這是畫面的截圖 當時候大家還不曉得 台積電ADR 巴菲特早就開始在做抄底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聊這件事情了 我不是要媲美巴菲特 就好是絕對不是那樣的意思喔 我是要告訴大家 航行在這一邊你如果被大盤的漲跌給影響了 你只是一再一再的錯過絕佳個股這一邊 好好去部署 甚至就是換股的時機了 你現在看到大盤漲到1萬5了 好難道你現在要去追台積電嗎 你現在看到那個大盤這一邊 哇好強喔 1萬5真的看到了 難道你要去追那些已經漲幅超過8成9成的軍工股嗎 不是吧 你現在要找到說哪一些股票 他真的展示了就是說 10月份大盤破底的時候他是強勢整理格局 大盤只要回到十日線 那個往上的一段的那個反攻 這檔股票都創新高了 深銳 我們9月底 跟大家聊過 11月我們在第2次的做提醒 當時候就是強勢整理格局嗎 深銳他現在已經走到什麼樣的地步了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先從整個 行情這一邊的個股 我們在前面兩個月的時間 也許大盤不好的時候 大家你聽不下去的個股 也許那個時候大家半信半疑 因為11月1號 11月初 那個時候 整個大盤他只是 了不起先過十日線而已 還沒有說瓦到那個1200點 1500點2000點的漲幅 那個時候你會信嗎 不會 因為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所有 大概幾乎會在我Lite這邊反饋的 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老師真的嗎 老師你有什麼什麼 那麼樂觀 老師你那個 聯準會這一邊 對於後面還是很強硬的要升息 對 可是時間證明了 我們在節目上 跟大家的解析包含的提醒 是不是讓大家透過時間驗證了 來 深銳 這檔個股 我相信都說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前面來講的話就是一個平台整理 我們9月份的時候跟大家來聊到這檔股票 你現在來講的話他今天是持續創新高的 漲停板 不是因為重點不是他漲停板 重點是在於 他創新高了 好這個我們回頭來看 9月份 10月份他是就一個平台整理 他是不是平台整理我們跟他聊的時候你信不信不信 不信因為那個時候大盤很差 你根本沒有心思 你如果被大盤影響你不會有心思去聊到說這個叫強勢整理格局他比大盤還強不會的 所以我們非得就是透過時間來證明大盤只要站到時日線 沿著時日線往上走這些個股會怎麼樣強勢整理個股會怎麼樣往上飆啊 深銳這一檔個股 已經漲幅超過 55%了 我相信就是說 你有跟上的朋友來講的話你看我節目你有跟上的朋友 我相信這一邊來講 雖然 雖然在這裡 11月10號就好了 因為11月10號這一邊 大盤已經慢慢回穩了 我們11月10號在這裡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他漲幅這一邊已經有55%了 那剛剛這一邊 這邊平台整理又更多 超過8成了 我幫提醒大家什麼 你光是我們第二次在節目上 聊到這一檔個股 你讓它55% 一張的 升銳他就可以賺1.8萬了 你10張 18萬 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清貸會員裡面有人25張 有人 你這是平價股嗎 25張 一張1.8萬 18000塊 現在來講的話 25張 45萬 我希望就是說在這個位置 我們不是在跟大家來炫耀 或者說賺錢就這麼簡單 沒有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 股市裡面你要賺錢 你還非得要克服你 心裡面內心那個關卡 你想 你想一下就是說 明明應該買的時間點 明明你不應該隨便亂賣的時間點 就是在那個大盤最不好的狀態 對吧 大盤最不好的狀態 那時候就好是跟大家聊到大破大力 有多少人留言來酸我 當然在Light這邊留言來罵我 大破大力等你什麼樣的什麼 講了一大堆有沒有 對 我們那時候大破大力聊的時候是在這個位置 9月23號 這一波就是要該走完 10月份我們就聊到行程低點那個過程 我們在節目上 非常堅決的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現在時間證明了 你要知道說 當時候在這一邊你如果看了大盤這一段 很多的個股 我們剛剛所聊到的 就 簡單的三檔股票 你看到你光看到視覺上看到大盤這樣走 你是不會去理那些股票 這邊應該買 這些股票他強勢整理格局 我們當時已經提醒了 大盤只要站回到10日線 沿著10日線慢慢往上走 當時候是5天 連續5天站到10日線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來講大盤還沒噴 那些股票都慢慢往上走了 你就是被必須得在那個大盤不好的階段 去對比 看到這些股票 為什麼可以後面變強勢股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已經驗證了 前面我們在大盤不好的時候跟他所聊的 強勢整理的個股 那你現在好 大盤創新高 回到1萬5 好 這邊來講的話你必須得怎麼樣 去找到還在平台整理的 還在輪動過程 現在還沒輪到他漲的 你是不是要先進場來做卡位 你是不是一檔一檔的個股要慢慢的 把它做一個輪動把它掌握到 來 所以眼前這一邊的行情我希望就是說 大盤的漲跌你不要受到影響 不要太過於去執著在大盤的漲跌 現在來講我相信整個聯準會的態度明朗化了 主席已經講了 確實要放緩升息了 最快12月份開始 當然我相信 12月份要宣布升息的 那個前一個禮拜 或是那幾天前幾天 我相信大盤會有一個機會 那個上衝下襲 甚至就說量縮寬網 你過往都是這樣 所以你反而現在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你不要怕大盤跌 你現在來講的話懂得知道 掌握到只要事先的掌握到股票的循環 個股個別是處於什麼階段 大盤回跌它是給你機會 你應該開心 來 就好是Lite 小老鼠Goldrich 55688 小老鼠GORCH 55688 第一個 你現在要知道 你手中如果有一些創新高的個股 時間 賣出的時機 換股的時機 在哪裡 第二個部分 現在你手中如果是跌升反彈的個股 你要知道為什麼 它如果是一段的跌升反彈 低段的逃命波 你必須在它拉回中期主體之前 先收回一部分的資金 第三個部分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這一邊 它是已經進入中期主體階段了 切記 這邊大盤如果動盪的過程拉回了 你千萬不要亂賣 因為你會賣在底部區 你明明後面是有一段波段的漲幅可以享受的 你千萬不要再 因為現在來講你手中持股 它底部區你看不出來 中期主體你不曉得有什麼判斷 然後你亂賣了 切記 好好利用Guy老師的Light 小老鼠 Go Rich 55688 小老鼠 GOSH 55688 現階段 你務必的懂得去掌握 分辨你手中持股 到底處於哪些階段 好不好 那歡迎大家你把手中的持股部位 分享給Guy老師 你如果說這段股票 前面很強最近回跌了 回跌之後往上談 好 高檔 高檔轉弱疑率的個股 你要懂得 現在大盤還沒有回跌 大盤還沒有拉回 現在有一些個股 他有機會做反彈 你要懂得換股時機 一樣 鎖定我的Light 來 我這邊來做一個提醒 因為我們在節目上也告訴大家 每一個股票的循環來講的話 你如果可以掌握到 現在的關鍵就是做一個換股 換股時機的掌握 不管是強制股的賣出 或者是那個高檔轉弱 股票的那個 時間點 它是你 整個要部署 接下來 銜接明年行情的第一步的關鍵 來 我們在節目上有跟大家聊過 如果你手中來講的話 還有 8069的元泰 這一檔的元泰 8069元泰 這一檔 你如果不曉得怎麼賣 切記 好好利用G.老師的Light 元泰這一檔 他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必須得做一個 高檔換股的機會 好不好這邊 因為 接下來的行情元泰來講 他是 今年的行情 上半年度 他是蠻長一段時間的強勢股 大盤在底的時候他強於大盤 你說現在顛倒過來 大盤從底部翻起來了 好資金在做流動了 前面比大盤強的個股 你要小心 資金會慢慢的從他身上 慢慢的撤出 那是一個循環 他前面比大盤強 接下來大盤翻了 翻起來了 他就什麼 慢慢的開始轉弱 所以元泰你手中如果還有 你要知道如何來做賣出 好不好 3665的茂蓮KY 這檔股票也是 好不好這個我們都在前面都有跟大家提醒過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這檔的個股他其實 季線半年線已經彎頭向下交叉向下 已經是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等於說12月份 他即將進入 第三個月 這檔個股你如果手中有 你要知道 如何來做換股 好不好這邊我要 統一的做一個提醒 反正今天 行情過1萬5 今天行情過1萬5 你要懂得有一些的個股 你要先知道說先做一個逢高來做換股 好那工業電腦的部分 工業電腦這樣的一個族群 其實他也是 在上半年度 跟元泰其實是一樣的 大盤弱的時候 大盤破年線 然後慢慢的盤軟緩跌走下的過程 他們其實都比大盤強 你可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看到 大盤在往下破跌 可是這些股票這個族群他跟元泰一樣居然是可以往上去 創新高的 我拿一個8114的鎮華店告訴大家你手中如果工業電腦的股票 你也要知道 這個月你要怎麼來去掌握換股的時機 12月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月份因為他準備 要讓大家部署的是銜接到明年行情這個波段賺錢的機會 好1560的中砂如果你手中還有 切記12月份來講的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換股的月份 換股的時間 你要好好的掌握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中砂這一邊一眼瞄過去 季線半年線彎頭向下 已經兩個月了 他算是就是說已經是要邁向第三個月了 所以這邊來講換股的時間你這個月 千萬千萬的要把握住 那就好是Light務必要好好掌握 這幾檔個股 我拿出來跟大家來做討論 那當然就是說一個 第一段 破底翻漲的逃命波來講我這邊要提醒大家的是什麼 你手中如果有載板三雄 星星錦碩南電 好不好星星錦碩南電 雖然在最近來講他們其實新聞的討論度其實有的 那也確實是破底翻漲起來 但你可以發現 跟我們最近所去跟大家聊到的這一檔 光照 當然漲幅來講的話是天差地緣 我相信就是說你有鎖定我的Light 鎖定我們的節目來講的話 這檔2338的光照 今天來講的話很有趣 漲幅已經正式的突破了90%了 漲幅已經正式突破90%了 這檔股票 我完全不避諱 我在節目上已經講了 我的清代會員有人 在這一邊來講的話我們做這一檔股票做抄底的動作 那這一檔來講的話已經開始要找賣點了 開始要做逢高先收回資金了 那這一邊來講我要告訴大家 同樣都是破底翻漲第一段逃命波的是什麼 窄板三雄 新興景碩南電 好不好 這幾檔個股 這幾檔個股 南電今天還有觸道漲平板 那包含的景碩 這幾檔個股 我還是提醒大家 新興景碩南電 窄板三雄跟這一檔的光照 好 切記喔 因為利多訊息放出來來 今天來講如果大家有特別去留意到整個行情這一邊 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光照今天來講的話有一個好的消息 傳出價格漲幅高達5成 今天的新聞 來 我們對比一下今天利多新聞放出來 結果他股價已經翻漲9成了 今天 放出來 他產品價格漲價漲幅超過5成 對但是他股價已經翻漲超過9成了 請問一下利多放出來你現在來講是要買這檔股票嗎 我不是看壞這一檔股票光照未來喔 不是喔 而是你要知道這個時間也非常有趣喔 那個 他的股價翻漲起來 漲幅超過9成了 結果這一邊來講的話 他的利多訊息才放出來 股價漲幅超過9成了 利多訊息才放出來 你覺得在幹什麼 我不是看壞他喔 而是說每一個股票他都有一個循環 他這個階段是破底翻漲第一段 逃命波 所以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你必須得先收回資金 他後面的波段反攻的機會 必須還要拉回重新整理過 我在問大家我在節目上都有跟他談到 而且是已經教學了 賣相這個月已經是第3個月了 一眼瞄過去光照他的季線半年線 紅色黃色這兩條均線 有沒有糾結了 還沒有 代表什麼 他還會再拉回打底一次嘛 利多訊息放出來 我們知道他後面來講的話會有一個產品的加持嘛 他營收應該是會看好的嘛 可是現在的一些他漲幅已經超過9成了嘛 你要買也不是趁現在嘛 你要等他股價的周期進入打底了嘛 足底階段你再來嘛 你看好他明年對 好 等他中期足底的時候再來嘛 另外來講的話 那當然 這個也跟 欣欣景碩南電也是相同的道理 好不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手中有這些股票的朋友 切記 12月份你要掌握出 賣出的機會 賣點先收回資金的機會 好好利用就好這LINE 小鼠Goldrich55688 小鼠GOSH55688 好來 那當然時間關係啦 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12月份 你務必要懂得去掌握的個股 來 千萬不要看不起 那一些還沒噴出去的股票 還沒有噴出去的股票 如果他已經進入中期處理的階段 切記 我們在 過往的節目都剛才聊到 弱勢股翻身要領 裡面一個非常重要 轉強 第一個 他的季線半年線已經糾結 也甚至向上了 交叉向上了 這個時間點很多人會錯過的是什麼 法人持股已經拉高他持股股 比重外資已經吃貨一個月兩個月 算是更長的時間了 你反而12月份你要懂得去掌握這些股票 你換股完收回 收回資金到身上 你就是要 進駐在這些股票身上 因為這些股票 他可以幫你創造 整個一直到明年2023 農曆年前的 一段的 紅包股的機會 賺紅包的機會 好不好切記喔 G老師要告訴你哪些股票是要收回資金的 哪些股票你這邊要做部署的 這些股票你要部署的你要掌握到什麼樣的特色 翻身要領 我們已經 跟大家來教學 已經 賣入第3個月了 G老師的 個人的 終身大事 11月19號已經完成 趁這個時間點 閒接台北股市這邊一個波段部署的機會 我希望 這個時間點 所有鎖定我節目的忠實觀眾 務必要把握住這個168的專案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能夠幫助你的是 創造後續 逆轉勝的財富契機 你千萬不要在這個時間點 哇看到大盤跌了 我看到這邊大盤動盪了害怕了 你在10月份害怕了 11月份他已經完完全全讓你告訴你 看跌拆跌就喊低一點 到後面來講的話 啊 股票你只會錯過而已 明明那麼好的機會 很多的股票7月份就已經漸低點了 可是你在底部區卻是因為大盤在跌 你去拆大盤低點錯過那些股票 甚至殺低的那些股票 多可惜 雖然遺憾 但是 過去的經驗 他告訴我們 後續該怎麼做 我希望大家展望未來 我們一起來掌握這一波 部署賺錢的機會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留言給我 讓我看到你 取得168專案 我們明年一起賺 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觀眾朋友 喜歡朱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 訂閱 按讚 加分享 加入朱老師的LINE ADD 本機團 小老鼠 GORISH 55688 小老鼠 GORISH 55688 55688 GORISH 摩爾證券 摩爾證券 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自負投資 自負投資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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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